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喜賓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20年的PayPal1第四條唱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說A B & C belong 0 numbers such that 第一個資料給你 就是A over B等於6 over 7 第二個資料就是3A等於4C 他叫你回B加2C over A加2B等於多少 事不宜遲 兩單案子出來才說 老實說 這條都是考慣考熟的 擺明考你K method 何謂K method先做 首先由2項比變成3項比 而事實上 題目他給了第一個資料 就是A over B等於6 over 7 而事實上分數就是比 比就是分數 所以A over B就是A比B 上面的就在左邊 下面的就在右邊 上下上下左右左右 就等於6 over 7 即是6比7 而事實上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 換言之 我先寫好一個資料 我喜歡寫作為B比A 就會等於7比6 Mr.Wan為何你這麼古怪 你總是不喜歡A行先 喜歡B行先寫B比A 是吧 為甚麼 原因是因為我找到一些東西 等於告訴你 行不行 我先打開這個 因為擺明是用的 OK 而事實上 我找到什麼呢 就是他給我們第二組的資料 就是什麼來的 就是3A 是等於4C 因為我找到中間印是A 所以我經常都說 兩項比轉三項比的時候 一定有個中間印 所以A一定是放在第二個位置 為何對回那個位置 而這條式就放在最頭 所以簡單說 A over C 即是把乘C調過去變除C 然後留4在這裏 把乘3調過去變除3 所以即是簡單說 留4在這裏 把乘3調過去變除3 即是換言之 比就是份數 份數就是比 所以其實就是A比C 就會是等於 說C很好 對 就會是等於4比3 而事實上 如果你讓我繼續做下去 那就是 我們得出第二個結論 就是這個 換言之 A比C就是這個 那我也給你一個highlight 方便點你看 好嗎 就是因為黃色和橙色 這兩條式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剛才也說過 先寫這個 換言之 Hence 所以 我寫一條直式給他看 這條直式是什麼呢? 首先我會寫B比 留空少少 然後就是7比6 是吧 兩條式乘一個Z字形 這個直式 然後這個就是 橙色的那條式 按在這裏 這個黃色的那條式 按在這裏 所以其實在這裏 橙色的那條式 就是A對A位 比 然後是C 橙色的那條式 就是4比3 記住把Z字形寫出來 就是留位 大家對位 OK 所以我這裏 戒一條線給他 直式遊戲開始 在這裏 首先B拉下來 對方位 比 也是對方位 拉下來 記住對位 要不然位置都亂了 中間印這裏就是A 給黑耳給綠色的卡 好嗎? 現在中間印是A嗎? 我就是要他們做中間印 OK? 所以為何我這裏 要寫B比A的原因 就是這裏 因為黑耳要對到這個位 可以嗎? 而這條橙色的位 A比C A就要在頭位 因為要對回綠色的位 OK? 再次重申 我寬都這樣說 OK? 接著拉下來 大家對到A 比又對回 接著這個位 拉下來就是C 對回所有位 所以B比A比C 就會等於甚麼呢? 根據綠色的箭咀 第一個箭咀是7乘4 第二個箭咀是6乘4 第三個箭咀是63 18 6乘3 所以其實在這裏 第一個箭咀出 7428 好了 比就拉下來 64 就是24 好了 接著比就拉下來 6318 所以其實最後出 28比24比18 所以其實是甚麼意思? 那就是 如果我全式約2 就是14 比12 比9 換言之我得出一個結論 所以我現在知道 寫好 B比A比C 不如我把這兩個調位 寫好 A先 比B 比C 就會等於 因為這兩個調位 所以這兩個要調位 就是12 比 比 14 就比9 既然你知道他們三項的比例 由兩項比 兩項比 兩項比 兩項比的比例 就轉為三項比 既然你知道他們三項比是多少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用KMath 就是我剛才所謂的KMath 就是LED的A 不一定是12 A不一定是12 B不一定是14 C不一定是9 可以配大乘2 全部乘2 可以乘3 甚至乘10 乘100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比例 即是換言之 你給他一個KMath 這個就是KMath 在中二的時候都應該學 就是A等於12K A等於12K B等於14K 很邪惡 14K C 會等於9K 其他人 其實會問你 K是甚麼 那你回答 就是Ware K is a constant 中文的同學 我回答你 切 A就是12K B就是14K 以及C等於9K 而 K為1常數 是一個數字 之後我們就用來用 而事實上 他現在問我們的就是 B加2C 再over A加2 好了 這東西會等於甚麼呢 B剛才也說過 就是14K 所以這個位置加14K C是9K 那就是這個位置加9K 而這個A 就是加12K 那條條不怕夠 再2乘2B B就是14K OK 所以全部資料都加進去 就是這個是14K 再加2乘2 9K 就再over 這個 12K 再加2乘2 14K 好了 在這裏 我們整理一下 那是甚麼 上面就是 92118 18個K 再加14個K 那就是32個K 再over 下面 14乘2 28 28個K 再加12個K 就是40K 那 那 現在約東西 那就是用綠色筆 K同K 約 剩1 8 4 32 8 5 中40 所以最終的答案應該就是這個 就是 4 超過5 整件事搞定 OK 可以嗎 好了 那我檢查一下大家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給你們看看 OK 這個就是詳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